古书到底怎么看 很多人都觉得说 积月的人他怎么可能变成是世界的首富 我们在看盘的时候 很容易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就是 我们照着古书上面跟你说的事情 积月同梁为利人 那他并没有告诉你说 积月同梁不能发财 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的频道一直都很讲求 科学逻辑等等这些事情 这次的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讲 就是现在大家所有知道的论点 来自于三本书 一本叫抖数全书 一本叫抖数全集 当然也有争论说抖数全集是假的 或者是有人争论说抖数全集是假的 然后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 叫抖数宣威 主要是这三本书来去定立出 当今所有的这种 抖数的各种的论点 那唯独什么是没有 唯独是非话的这个技巧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非话这个技巧 你如果认真去研究 你就会发现 它很有可能 是那个近代台湾的命理家 把它研发出来 或者是把它发现出来 因为抖数基本上是 印度占星跟液晶的结合 那既然可以跟液晶做结合 那就可以产生触击 就可以产生粘挂 就可以产生各工位之间 彼此的影响 那自然而然非话 它就会成立 所以或许你也不能说 它是发现或发明 应该是说 它知道说 它可以更加的灵活运用 而不是这么的呆板的 只有用基本的三方之正 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到 马斯克的盘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论 但是在这边 我们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也是我们上课多年来 我们再提了一件事情 就是国书到底怎么看 曾经有很多的老师 或是很多的同行老师 或是网友怀疑 我是不看雇俗的 不对啦 我就是因为很认真的专研雇俗 所以我们才会发现 这中间会有一些被现代人错误解读的点 然后才会发现说一些问题的存在 首先我们必须要讲 不管是斗数全集 或者斗数全集 讲的时候 这是北宋陈希仪所传 如果稍稍具有一些文史的经验知识 或学习文史这样子的背景的人 就会知道说 华人在写书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去脱骨 也就是说 虽然讲的是北宋陈希仪 可是斗数全集 根据考古跟考剧的看法 它比较可能出现的时间 应该最早最早 也要明朝中叶以后 甚至是清朝的东西 从什么地方看呢 从它的文字结构 从它的用词 从它的思路逻辑 那就更不要讲 我曾经也跟大家讲过 北宋陈希仪和许人也 北宋陈希仪是道家的名人 他的重点是什么 他的重点是飞天成仙 然后他研究炼丹 不太可能花时间去研究 更不要讲 这书中所提到很多很多的人 只要稍微有一些历史基础的人 就会知道说 这个是惯用的手法 脱骨 脱骨说 这个是古人说的 这是古人写的 第二点 我们在看古书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它的时代背景 所以你如果不清楚 它的时代背景 你就不知道 它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 明清两代 中国历史 有史以来 文字于最原重的朝代 也是思想前世最原重的朝代 所以 在那个年代写的书 都要说这不是他写的 是他古人写的 你在写书的人里面 他们就放进 他自己的一些很多的价值观 为什么特别是一件事情 因为 在马斯克商盘里面 其实谈到了 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什么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 怎么可能 脊梁人会成为首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 在书上面 书上面 其实谈到 鸡月同梁阁这件事情 它原文叫什么 我们念给大家听 这个是最早台湾竹林印书局 印刑的 折折全书 他们写的 鸡月同梁做立任 那立任是什么呢 立任其实啊 在明清两代啊 他甚至连官他都不算 他指的就是啊 通过国家考试 我考上那个举人 考上什么 我可能被派去那边当先太业 可是立任指的是什么 立任指的是啊 真正在办事的那些事物观 就是相对下 也就是公无人渊 鸡月同梁做立任 然后他下面有注释 此事心 必申命三合 方准刀 至公民 以救 加煞化计下 也就是说呢 鸡月同梁 这四颗星呢 他一定要在 命申宫的三合内 才算数 那如果呢 他有再加上煞星 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那格局云 隐身如同梁鸡月 必定作立任 若无四星三者难成 也就是说 他一定要四颗都凑七 尤其是在隐身的这个位置 那也就是因为这句话 所以呢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啊 鸡月的人啊 他怎么可能变成是世界的首富 那所以 这边呢 就要先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啊 大家要知道说 在那个年代 士大夫他们觉得 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当官嘛 就他们价值观里面 最好的情况就是当官 所以他当然就不会觉得说 这个鸡月啊 怎么会是个好的状况 那就更不要讲一件事情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啊 在古代啊 真正的有钱人 都是当官的 所以他事实上 他里面讲的那句话 就告诉你说啊 鸡月同梁为利人 但他如果碰到 好的情况的时候 他有功名哦 他就不只是公务员哦 可是他如果 没有碰到好的情况 没有化路化全化科 没有那个 有好的运势的话 那如果又再加上 煞心的话呢 那他就真的就功名有限 他就真的只能 就当办事员而已 但你要想在那个年代啊 中国是一个 士农工商 从商为下者的 那个年代里面 当官才是好的事情 甚至啊 在清朝 清朝的官啊 基本上是没有官奉的 清朝到晚期的时候 才有官奉 早期清朝上面有官奉的 那明朝官奉也很少 所以在那两个年代里面呢 官员他们真正的收入是什么 他们真正的收入就是 我在这个县或在这个省 或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乡 那我固定要缴多少税金上去 给国家 那缴上去之后呢 那如果说 国家规定我要缴10万两 但是我就收了20万两 那多的10万两是谁的 而多的10万两就是我的 所以说 其实啊 我们在看盘的时候 很容易掉到一个陷阱里面 就是啊 我们照着古书上面跟你说的事情 可是他上面跟你讲了 姬月同梁为利人 那他并没有告诉你说 姬月同梁不能发财 他并没有跟你讲这句话 那我们习惯性在念书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自以自入说 姬月同梁为利人 那他就应该只能做这件事情 他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为什么书上会告诉你说 你三级家会啊 有的时候还不如明科暗路 什么叫明科暗路 表面有名声 暗地拿签 那这个事情呢 一直都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 一直都存在的事情 很多人啊 他真的财富的累积啊 都会提到说 财不漏白 那为什么财不公化科 有可能是破财的意思 就大家华人的价值观 都是钱我要偷偷收 默默收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看古书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第一 他到底有什么潮带说 写的 第二 古人写书的逻辑是什么 他写这些东西 那他真正的诀窍 他是把它藏起来 你看得懂就懂 你看不懂呢 你就只会去背他 那只会去背他 你就忽略这个事情 那第三点呢 书上啊 我们常常会觉得 有很多冲突的地方 那当今的斗数圈 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我们要现代化 要现代化 用现代的角度去解释 可是你会发现很多老师 当他在嘴巴讲 用现代化的角度去解释 可是骨子里面 脑海里面 他却没有办法 用现代化的角度 跟价值观 来看待这些事情 最后一点就是啊 书上明定告诉你啊 整个指挥斗数就是虚心 既然他是虚心 那他干嘛还要去 对于南北半球 他连经纬度他都不用对 他干嘛对于南北半球 所以这个当然争论很多啦 可是我还是要说 很多事情你用逻辑去看 你就知道说 他到底合不合理 或对不对 其实这些论点 有各种各种的纷争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 他根本就是虚心 他只不过是假借这些星药 来去建构这个结构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吗 他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对啊 有时候我们会 在思考逻辑上 会陷在那个点上面 你会觉得 书上就是这样写 我是不是一定要这样 如果跳开那个观念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那我相信这个才是学命理啊 我们很真正重要 以及需要知道的事情 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啊 清朝末年 全世界首富是谁 是中国人 谁呢 圣宣华 他是谁呢 他是李鸿章的财务大称 据说他死的时候啊 身后留下了 1500万两百亿 当时美国的首富 身价是700万两百亿 也就是说呢 在那个所谓苦难的中国人的年代 但是其实呢 首富是中国人 大秦国的人 比那时候很有钱的国家 美国的首富还要有钱 而且还多一倍以上 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就是个党管的 他也是个首富 你怎么还能够说 这个当官的不能成为首富呢 他主要掌管了什么呢 掌管了当时中国的通信 交通以及能源 是不是跟马克思现在做的事情很像呢 秘语师需要进步的 我们随时随地呢 都在更新我们最新的观念 以及啊 更新我们各种的想法 因为时代在进步 价值观也不通 然后我们要让我们所学的东西 能够帮助我们越来越好 有兴趣的人呢 也可以去买这三本书 那建议大家直接看原文的 不要看现代人翻译的 抖书全书 抖书全集 以及抖书宣威 谢谢大家 各位频道呢 每个月固定一定至少上四支影片 那这中间会包含更精细的 命理上的技巧 然后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案例的命盘 我们会怎么解析它 一些比较细腻度的解盘的逻辑 我们每个月会固定有一个时间呢 会做直播 当面的来聊 你有什么样抖书上的问题